判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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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现在为大家呈现的这是一场65公斤级的超级战 红方选手朱帅 来自辽宁创新博极俱乐部蓝方选手是来自泰国的阿郎猜 刘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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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2016年武林峰60公斤级的新人王 在今年2月份的直播当中 他的比赛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刻 就是在第一局的2分03秒 TKO了西班牙的赛德里克 是 是美丽死神的高徒 来就被朱帅打倒了 对 因为那场比赛是美丽死神的高徒 有点瞧不上朱帅 觉得是一个新人 所以说就输掉了比赛 他说不用研究对手 来就是倒 那朱帅也曾经对上法布里 哇 法布里把他吓了一跳 拳法那么好 第一回合把这个朱帅给打猛了 结果第二回合朱帅就用拳法一样 TKO了这个法布里 好 这个阿朗参 目前在商丘波帕姆拳馆 两根皮拳 朱帅开始找回自己对拳法的信心了 对 好 把阿朗参往里面压 有没有机会 感觉有一点了 挤到了围绳脚 是 你看这朱帅就是用手臂硬吃阿朗参的腿 再进攻 朱帅加油 朱帅加油 好 现在我们的朱帅展现了他的决心 朱帅加油 朱帅加油 但是朱帅呢 也是被我们的阿朗参结结实实地踢了好几下 对 话说这个阿朗参也不是省油的灯 在泰国拿过这个泰拳冠军 也曾经是这个西提参的师兄 所以算是师出名门的 对 但是他们师兄弟俩 在2010年对决 这个师弟把这个师兄给KO掉了 应该是有一段的恩怨了 好 我们再回到场上来 其实如果朱帅能够进到这个 这个阿朗参的内围的话 更有机会 还有十秒 因为阿朗参在打自由波及的时候 你进到他内围 他就不太敢抱你 他怕犯规 那时候就有拼全的机会了 对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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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今天朱帅的这场比赛 也是他们俱乐部的两大教练 朱斌还有张操都在现场 对 不知道经过这个局间休息之后 两位教练能不能看到 阿朗参的一些漏洞在哪 是 战术上会怎么样去整个调整一下 你可以去参考那一个 参考我们的 他对上方菲达那场比赛 进到内围 然后在他想抓你又不太敢抓的时候 你就打他 对 因为他想抓不敢抓手 那时候就肯定不能打你 对 就可以打他了 是 好 好 我们看第二回合的比赛 是 有更转了一点穿透力更好的一点了 但是呢这个阿朗参也很硬啊 对 我觉得这个第二回合一开局的那个蹬腿啊 应该是王鹏飞的那个三十月速 他已经传授给这个朱帅了 但是因为阿朗参肚子很硬啊 所以感觉上没什么特别效果 对 好 刚才朱帅近身低头啊 这一个就是尽量不要做 你头可以去找到对方的腋下的后面 但是不要在对方的这个正前方低头 低头 漂亮 出出来的一个连续组合拳 那其实如果就这个专业的拳击角度来说啊 这一个阿朗参的出拳 他的肩膀太硬了 不过以老太而言啊 这个打拳他们就是这个样子打 打得到就行了 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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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其实过去有很多观众认为是散打很会摔 泰国人都不太会摔 其实打泰拳一定要能摔 而且泰式的摔法变化非常多 好 打进去 这个机会继续打 对 不要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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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在近距离打 在远距离打 其实阿朗参是看得到的 那个夹动作 不要撤 别撤堵 停 停 不过因为这个阿朗参的腿也很重 嗯 其实你看这个台下 他们的指令也是用中文的 那个双丘波胖母拳拐 也是用中文对阿朗参下指令 对 其实阿朗参的中文也是会一点的 但是我用中文问他 他是不太会讲 但是他会听 你能听得懂 是 停 这个朱帅找到这个攻击距离了 这个攻击距离就是对了 在内围纠缠的时候用拳去打他 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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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拳 踢 踢 踢 拳 踢 踢 踢 拳 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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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完全乱了 是 很有意思 就让我们觉得有点着急 这一局来讲的话 是 希望这个朱少人抓到那个感觉 在近身纠缠的时候多打他几拳 对 好 《武林峰联合腾讯新闻急速版》 为大家准备了十万现金红包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支持你喜欢的选手就可以领取 預備 好 第三回合 好 现在 好 现在 现在场下就是用这个泰文来下指令 这中文不能够听得那么清楚 对 好 但是朱帅呢 他那个拳打得更好 好 现在才陷入苦战了 这整个朱帅的体力都上来了 速度更快 拳更重 ünden 其实呢 以阿朗拆了经验的话 厂下的这个编角不用跟他讲要出拳出口 李卓人 她完全自己可以去硬對比賽 李卓人 你剛剛在局間跟他講一些大方向就行了 李卓人 所以今天這暗塞 暗塞雖然全部錯 但是他跟這個周帥來打 沒有優勢 李卓人 對 用西法會好一點 但是呢 李卓人 機會不多 兩個人對了一腿 這個朱帥行的 你的動作比較多 用體力去壓倒他 對 對了 阿朗猜累了 轉身 哇 這個看起來朱帥也累了 其實朱帥這個時候可以不用再去做轉身的 一個提腿 因為在他的 尤其他自己體力也下滑的情況下 對 會讓 你看 讓阿朗猜看到了 你體力不行了 他就再次的去強化這個去消耗你的體力 是 讓這個阿朗猜會燃起的鬥志 對 我還有機會 是的 三 七 五 好 走 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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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現在 阿朗猜的頭非常硬 這因為�� зад身 這個目前大概就是方菲達那個拳頭 比較有辦法對付阿朗猜 對 你幫 απο 翻身 這個有效擊打是有的 但就力量差了一點 差了一點 好,時間到 雙方真的是打得人家馬翻 連台下的教練 都是嗓子都喊啞了 對 比二十七 比賽結果 紅 放射 回答 有請河南 是嗎 是嗎